馬文君 你跟你們國民黨這一干 立法委員們 你們到底認不認同臺灣 你們到底認同的是哪一個國家 話講清楚一點 他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第一點 削弱我們臺灣的國防 第二點 抹黑我們臺灣在國防 在立法院我們這些忠貞的愛國知識 他好讓我們臺灣一事無成 不是這樣嗎 他現在抹黑黃曙光 抹黑國防部長 抹黑一干人等 他讓我們這些優秀愛國愛臺灣的將領們 都沒辦法發揮他們國防的專才 因為他用抹黑的方式 他們先前這幾年已經抹黑幾次 國安局調查局檢調單位 已經將黃曙光調查過三次 昨天黃珊珊還發文 黃曙光的包妹黃珊珊還發文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他們調查黃曙光調查到什麼程度 連黃珊珊的戶頭都去查 你看看 糟蹋人家糟蹋到這個地步 你看這麼多年來查黃曙光 結果黃曙光人家一點問題都沒有 所以這個他們這麼做 削弱臺灣的國防 抹黑我們臺灣的將領們跟這些忠貞的 民進黨籍的愛國的立法委員 他們為了 為了是什麼 只是要讓我們臺灣一事無成 而這就剛好達到了中共的心願 中共最希望我們這樣 你記不記得十八年前 我們兩個作為作禮物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臺灣就已經有計畫 要購買八艘跟美國購買 美國向德國來訂購 這八艘潛艦 這一百八十億美金的潛艦預算 在立法院被國民黨的立委們 當時因為嘲笑也大 被他們退回了六十九次之多 結果這個案子 這一百八十億美金 本來要採購的這三項 潛水艇的這個費用 被三道只剩兩億 臺幣兩億 說叫做可行性評估 P3C有買 然後另外一個預算是要購買愛三型 愛國者三型飛彈 愛國者三型飛彈 也被他們砍得一塌糊塗 後來沒有買愛國者三型 我們是費用只夠把愛國者二型 把它提升 這十八年前慘痛的經驗 現在又翻出來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做的潛艦在蔡總統堅韌的意志下 我們做到了 而且做到的是我們以更便宜的價格做到 用當時這八艘算起來一艘要六百億臺幣 現在這麼多年 十八年下來 造價物價都更貴了 結果我們以更低廉 現在我們只剩聲納跟頂澎峰 以及潛望鏡再裝上去 總共加起來四百九十億 本來要六百億的 我們制製我們四百九十億 我們做到的戰鬥系統又更棒了 我們用的戰鬥系統是洛克希德馬丁 然後我們更便宜更好的去做到了 結果馬文軍還在這過程當中來破壞我們 這很清楚的 而且第二點 做到的這幾年來 我們又更加提升了我們國內這相關的國防的產業 包括我們臺船在內 我們製船的技術又更上一層樓了